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窝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必思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邦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窝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说一下 这个媒体有些媒体见到中国大陆 心就很酸 这次记得当时 你们这些人 哪有钱去旅游 不好意思 这个联合国 是 刚才那句是谁名嘴说的 又是谁出来设计 都是几大台媒都敢说的 尤其是六回 但是这个数据是来自联合国的 联合国世界观光组织 Motorism Organization 最新的数字看到 中国大陆旅客重返全球 旅游 海外支出最高的国家 1965亿美金 不过 最多美国 五百亿美金 你呢 很搞笑 做过人狗腿子 自己不行就拿美国出来撑 每次都这样 而且他说 你赢了美国 赢了美国 五百亿美金 很少吗 我根据他们的说法 那倒是 而且 你是不是被疫情爆发前 差了大截 如果你这么看美国也差了大截 因为他也少了 中国大陆五百亿美金 对吧 你说到的时候 对不起 我看不到台湾地区 大马上 出为灯看不到 大佬好心吧 这么少地区有什么可能 排到湿大 不是说台湾实力很强 原来他们就说 好了 中国是一千九百六十五亿美金 第二位就是美国 那就是一千五百亿美金左右 德国也很厉害 一千一百二十亿美金 英国是多少呢 那就是一千一百亿美金 法国是四百九十亿美金 第四 排第五到前十位 加拿大 意大利 印度 俄罗斯 南韩 其中印度 他就说印度很厉害 也是排第十 数 都跟中国差很远 不不不 他有很大进步 有十四名 进入了十名 他就说他的消费能力多强 你怎么计 总数和人均 都是低于中国 当然 中国大陆他们当然是笑他 其实你说的只是比美国多五百多亿 五百亿也不够 真棒 五百多亿很多老闆 你说什么 反正人家海外支出就是这条数 当然 看看数据 以2023年到访的国际旅客 次数来看 最厉害是哪里 法兰西 厉害 法国真的厉害 一亿人次 今年 接下来有 这条数有得上 是的 更厉害 更厉害 第二名是西班牙 亦是法国的邻国 8500万人 美国是6600万人 意大利是5700万人 土耳其也很厉害 5500万人 因为他有很多东西 因为他这么特殊的历史 令到他相当多东西 之后 对不起 我也看不到台湾地区 还有墨西哥 英国 德国 希腊 奥地利 希腊也是由13名进军到前10名 但是他可以跟美国吹 可以做这些小弟的角色 实际上是很厉害的 美国收入了很厉害的 原来2023年国际旅游收入 美国有1760亿美元 他就拍手掌 举第一名 举第一名 关你什么事 因为我们台人有贡献 大陆人物 这样也摄一摸 是呀 什么呀 整段完全不关你事 你走来摄一摸也有 是的 没提过你的 西班牙也挺厉害的 920亿美元 西班牙有名姓固跡 亦有地中 巴掌罗拿的地方 英国也排到第3 740亿美元 法国690亿美元 意大利560亿美元 看看数字 19年新冠之前 差很远 其实又不是差很远 如果你说500亿 字 这个数字相当吊诡 2480亿美元 其实都是500亿美元 原来中国赢了美国500亿美元 那么少 但是 中国疫情前后 亦是差500亿美元 又那么多 这篇文章 别人以为你分裂 精神分裂 差那么远 当时 全球的旅游支出 中国人 占14%几恐怖 在东南亚 大多数 他看不起你们 中国客人大多数到东南亚 你真是 没得很坏 觉得贵 我们要去亚美利坚 难道台人没有去东南亚吗 东南亚大多数国家 国际观光客就是大陆客 有什么问题 人家也没有问题 关于什么事 因为 中国的游客 基数大 而且 而且有免签 我们有免签 一定是比较多 开始骂了 19年12月 因为 有这个大流行 封了国境三年 消费大军 也是随之静止 全球21年到2年 陆续解封 你22年11月才解封 当时你老师还说2024年年中才解封 撑你 2023年初 中国全面开放国境 之后亚洲国家争先恐后 吸引陆客 陆续提供免签证的优惠 希望吸引大手笔的陆客 他们就说 没有以前的大手笔 那又怎样 美国也是 你不要双重标准 你是不是 原来这个趋势很正常 因为 2023年国际旅客的恢复量 都未到 19年的 九成 89% 2024年第一季度就恢复到 19年同期的97% 2024年全年应该就恢复了 完全恢复了 当然动力来自于 包括旅客的需求旺盛 和航班连结表现增加 和大陆 和其他亚洲国家 的市场有復收等等 等等 这样你也是摄日的 你真是好事 说真的 真是 我完全懒不提防 我突然走出来摄日的 是 拉肯都习惯了 说起来 出外 经常乘搭飞机 波音又出事了 说一下就要小心点 那在哪里呢 波音最近都 从年头到现在都没有好日子 不是开玩笑 从年头到现在 原来西南航空的波音737 起飞之后就爆胎 全机就以 在舵机准备姿势 地逼降 当然了 原来西南航空一家 由波音737客机 在执行飞行任务的 Domestic航线 起飞之后 就没有出了巨大的响声 起落架也是有轮胎 发生问题 不到一小时 就被迫紧急 返航降落 机上乘客就说 所有人要求 就是做好这个 舵机 的准备姿态 哭声四起 更加有人就是 这个也很正常 就是舍定些遗言都很正常 真心说我觉得很正常 那么 机组人员发挥专业精神 令到全机的 乘客 在恐慌当中 保持冷静最终的平安乐地 有惊无险 这架航班 就是由丹佛 即是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 飞到阿里桑拿州的凤凰城 航班号就是225号 看看是波音737 700的客机 没办法回到丹佛 那就是 轮胎 轮胎也不一定跟波音似的 可能它 没有了 也不奇怪 不然 也是无毒又有 又是 波音出事 所以就比较多 联商 除了这架波音之外 有一架更厉害 画面很惊吓 就是波音777 是来自加拿大航空的 波音777 客机起飞之后 就发生火鸟 不是一辉 不是不死鸟 一辉 是的 那就是紧急返航的 没错 紧急返航 你听到这些你也很担心 那 一架波音777的客机 就是多伦多 就飞到巴黎 国际航班当然 从多伦多 机场起飞没多久 竟然 在多次没有出明显的火焰 场景是相当害人 客机也被迫是掉头 迫回到当地 又是迫降 所幸的是 机上400名乘客 平安无事 这个就是加航 AC872 航班 多伦多 就是 当然是皮尔顺国际机场 目的地就是巴黎大高乐机场 航班飞来跑到一会 地面人说 什么事有火球吗 喂 又机翼的发动机 几次是 出现火光 网络的 这些视频也看到 好像发动机着火 多次 亦都说是大事 除了又机翼之外 尾翼也有冒火的迹象 航班的迅速回到皮尔顺 或者皮尔深国际机场 由消防人员处理 加航这架客机落地后 按照标准作业程序 接受了机场相关单位检查并且自行 罚行到登机门的乘客 389名乘客 就无事 之后 怕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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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烈了 不死了 由另一个航班 带他们来警 出火的原因是什么 冒火原因是什么 就是航班 现在未知 未知 要等到知道原因 才会再次服役 现在是不明知火为 加航亦向多伦多当局报告了这件事件 可能是压缩机 停滞或者故障 但也是救人家 怕死 因为当时已经是3000呎高空 已经3000呎高空 有什么 也知道跌了下来 大家 我想而知是发生什么事 那么看波音的麻烦 波音 今年也是非常多事件 今年1月737MAX9的飞机 就脱门了 之后也有一系列的丑闻 也有吹哨人 突然间没了你 所以 有些人就说指明就不回答波音 这个也挺麻烦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